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我是戴立岡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我手上的这一瓶是可乐 这个可乐现在全世界有三个国家 没有这个饮料 哪里呢 北韩没有 还有缅甸没有 跟古巴没有 可是今年的夏天情况改变了 缅甸将会有可口可乐进到缅甸去了 这可乐小小一罐 进去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呢 我们今天请到几位来宾 一起来探讨一下 第一位请到的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方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立刚好各位晚安 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立刚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国安 立刚好大家晚安 还有中天记者陈文正 梁文静好大家好 好我们看到这么一小瓶可乐 可乐代表什么呢 可乐它代表的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象征 但在今年夏天呢 缅甸的仰光 或者它的首都内比都 都可以喝到这一瓶可乐 可乐进到了东南亚的缅甸了 这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在里面呢 没有错你刚刚你说的 完完全全正确 一瓶小小的可口可乐 可可口了 大家都爱喝 大家都买得到 它代表什么 等一下 它代表资本主义的毒瘤 资本主义 几十年来 几十年来 但是连缅甸是第三个国家 是没有办法进的这个产品的 美国政府也不准像可口可乐这样 全球性指标性的产品进到缅甸去 为什么 那我们就要话说从头了 在1927年的时候 可口可乐首次进入了缅甸 但是事情过了几十年之后 发生重大的变化 大家还记得刚刚获得 那个他去领 他很久没有领到的谁呢 缅甸的精神领袖 翁山苏姬 他的父亲是翁山将军 是缅甸独立运动的灵魂人物 那翁山苏姬也被软禁了数十年 他终于得到了自由 所以当他的父亲 就在1962年 被缅甸的军政府给夺走权力之后 1962年这一年 因为也是小弟的生日 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1962年这一年 军政府掌权之后 美国就开始下令 进行经济上的制裁 但是经济制裁 第一个要物就是武器的禁运 先用武器禁运 让缅甸不可以再对外扩张 再来就是工业产品禁止输出 最后就是民生必需品 就是像这样子的可口可乐 OK 好 那禁运之后呢 缅甸坦白讲 他受到了很 就是说很长的一个经济制裁的压力 所以说他的这个经济是唯米不正的 这么多年来都是因为他们怪罪于说 美国一直让他们的经济 不能够发展的原因 就是因为禁运所造成的 华盖你刚刚讲到一个问题 美国的这种帝国主义 他现在进到了缅甸 那进入缅甸的话 他在美国的政治含义上 还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在6月14号的时候 这瓶可乐开始要进入到缅甸去 因为这个东西进去之后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与缅甸 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 缅甸对美国来说 代表什么样的象征 国安 一刚你知道 现代经济有四个字 要跟各位观众讲 现代经济就这四个字 叫做什么 持物为王 换句话说 哪个国家掌握越多的天然资源 那么这个国家当然受到这个瞩目 而且它经济的能力 可以算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焦点 换句话说 缅甸穷了这么久 当他手上 会有这么多天然资源的时候 自然是 所以美国人的目的 还是为了一些资源 他才要到缅甸去 跟缅甸再恢复一些交往 没错 我们现在知道 缅甸总共有四大天然资源 那么先跟各位观众报告 四大天然资源是哪四个呢 第一个是石油 那么大家都知道 缅甸的石油的熟长量 将近有7亿桶这么多 将近7亿桶 而且缅甸是全球第十大 第十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它一年的出口总值 可以高达20亿美元 而且呢 这个不断的出口呢 可以持续40多年 这么丰富的石油 跟天然气的熨长量 那么也奠定了缅甸 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多么丰富 光这两项 大家就已经非常流口水了 这是未来各个国家想要抢的 而且缅甸还有什么 缅甸还有幼木 幼木是能来做什么的呢 它是做家具的 对 对大家知道 幼木是非常高档的家具 全世界85%的幼木呢 来自缅甸 但是呢 85%来自缅甸 来自缅甸 但是呢 还要再跟各位报告 那么除了上述这三项的 天然资源之外 它最恐怖的在哪里呢 是它的红宝石的运藏量 大家知道 如果钻石 各位观众 钻石如果是宝石之王 那么红宝石 它就是宝石之后 它是宝石的皇后 顶级的红宝石呢 甚至它的卖价 还可以比钻石更高 而且我知道 高档手表里面的 那个机芯的部分的轴层 就是红宝石 没错 而且缅甸的红宝石呢 占全世界的产量有多少 大概将近九成 占这么多 将近九成的产量 那么每年呢 在之前的军政府这个时代 缅甸呢 每年至少有两次 会举办所谓的拍卖会 那么 其中注意 2006年这个年份 2006年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呢 因为这个年份 缅甸的军政府呢 特别多拍卖会 它拍卖了四次 总共呢 当时卖出的宝石总值 那么高达 1亿4千万美金 1亿4千万是美金 对 而且它所卖出的这个红宝石呢 其实呢 当年在香港 卖出了一颗已经雕琢好的 这个红宝石 它大概有18克拉 也是来自缅甸 那么它总值是 1900多万美金 这么多 换句话说 这个创下了亚洲的历史 就是亚洲的一个记录 它是亚洲史上 历史上 有色宝石 所拍卖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记录 所以就知道 缅甸呢 其实整个红宝石 对缅甸的经济来讲呢 更是占全世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枢纽 但是呢 之前缅甸军政府 当然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啦 那么也有曾经传出过 这个他们在开挖红宝石的时候呢 是有雇用12岁的这个童工 逼他们来开挖 所以其实缅甸的红宝石呢 在世界上 其实呢 虽然它非常重要 但是也有一些这个杂音出现 认为说这个缅甸的红宝石 好像跟那个雪鑽石 好像有个平 人道的开发 去挖这些红宝石 讲到缅甸有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一定在想 缅甸在哪个地方呢 缅甸是在这中南半岛的 靠近印度洋的西侧面 但是缅甸这个国家 其实对美国来说 好像在军事方面来说 也有很重要的一些角色 对 不然他干嘛 突然要派一个所谓的大使去那儿 其实也不是只有美国觉得他重要 其实我跟你讲 世界上各国从历史来看 只要是列强 都看中他的位置 都看中他的位置 你知道为什么吗 立冈 这是缅甸 你没有发现这个缅甸的位置 它就好像在这么大的一块土地上 砍了一个红宝石进去一样 在这个位置 你知道这个位置有多重要吗 来 我们先来看 它的东亚连接了中国 东南亚连接了辽国 泰国 孟加拉 这边有没有 孟加拉对不对 南亚连接到印度 印尼在这里 露了印尼 还有印度 所以你看它是不是位置 应该枢纽的位置 第二个 你看它是有海岸线的 海岸线代表什么 控制了海泉 是不是 这个海泉这么巧 它就控制了这个叫做 马六桥 海峡 安达曼海 孟加拉湾这三个地方 全部都在它的海岸线之中 你知道吗 我先来看 我们刚才讲到了 中国 印度 孟加拉 泰国 辽国 全部都在它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这几个国家 我随便举例 他连接了三亚 随便举例 你刚刚 中国想要把势力弄到这边来 你是不是需要占据缅甸 缅甸现在跟中国关系还不错 所以美国想拉拢 对 好 那你今天如果印度 我们知道印度是金砖四国之一 如果印度有一天抢起来 它要进入这边 它是不是也要进过缅甸 对 好 再来我们讲第二个事情 海岸线总长2655公里 我顺便讲一下 缅甸的这个土地面积 大概是六十几万 相当于台湾的二十多倍 二十多倍 它不小 台湾三万六 三万六嘛 二十几倍 它不小 仅次于谁 就仅次于刚刚 立刚刚提醒的这个印尼而已 那你看 控制缅甸就可以部分控制 马六甲海峡了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它的军事重要位置 导致列强际鱼的原因 1824年到1885年的年间 英国就先后对缅甸发动 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那时候是英国海权最强的时候 它就到了缅甸这些地方殖民 而且立刚 我们都晓得英国 它是占据过印度的 是不是 你以为它占据到印度之后 它的野心就仅值于此吗 我刚才不是讲 如果印度要往内延伸 往东南亚往东亚延伸 你一定要把缅甸给攻下来 所以你看看 野心马上就展露无遗了 1948年之前 1885年到1948年之前 这段期间 就是英国占据缅甸的时候 所以缅甸恢复到自由的时候 是走过了二次大战之后 你知道吗 1885从17 就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这个时候 本来缅甸是有个王朝的 它叫做共榜王朝 130几年的一个王朝 就被英国这样子活生生给灭掉 然后灭掉之后 我刚才讲 一直到1948年 它独立为止 那这个缅甸才开始独立 才独立出来 大家请看1948年是不是就民国37年 民国37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已经结束之后 那回忆一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日本跟我们在所谓的 卢国桥事变之后的 八年抗战这个途中 日本它是只有打我们中国吗 没有啊 它也曾经 打了缅甸的英国驻军 因为那时候是在英国的控制范围内 把英国驻军给打垮 然后对缅甸进行了 三年半的军事占领 美国 英国 当然日本现在是不行了 对不对 接下来很多的国家 都会对缅甸产生 强烈占领的欲望 缅甸的地理位置 非常的重要 北方是中国 而到了南边呢 是马六甲海峡 控制了海权 控制了陆地的部分 我们中天的记者文正 他前些时候呢 才到了缅甸去走了一趟 是个背包客哦 文正 你来讲一下 你去了缅甸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去缅甸 印象最深刻 就是说他们仿佛 就是像是20年前的那种台湾 就是他那个街道啊 房屋都是很斑驳的 都是那种有那种褪色的痕迹 就是没有重新粉刷过的 那好像就是那种 旧台湾那种照片 像70年代那种 有点斑驳一点 很大很大例子 那种旧照片 所以我去那个地方 好像就是走到了20年前 好像穿越时空的一种感觉 然后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 是缅甸他们非常喜欢喝咖啡 他们喜欢喝咖啡 对喝咖啡 可是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人一样 很喜欢喝咖啡 可是我们是魔斗的 对我们印象中的咖啡 咖啡是那种星巴克或是像是一种 便利商店那种一杯 杯式的咖啡 对 那如果是或是你有时间 你可以去咖啡店 那种点一杯咖啡 在那边很有情调喝 可是缅甸人不是 像这个这张图片呢 就是说我在缅甸的一个市场 你带了照片来了 对对对 这个大家看这个不是那种 洗衣粉包装 也不是一些什么什么奇怪的 挂在墙上对不对 对这挂在墙上 琳琳满目 这其实都是我们那个 吉隆咖啡包 三合一的吉隆咖啡 对你看各种品牌 它就这样排排排 掉一排 你要买就这样去拨啊 抽啊这样子的 然后它的那个喝法呢 就是像这样 它就是你在路边 你一样可以买到这种咖啡 他们喝咖啡 它就是会给你一个小马克杯 然后里面装热水 然后再丢给你一个这个咖啡包 你就自己在那边拿小档子在那边搅 你就坐在路边喝了起来 那你要配油条配什么都可以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是买了那个咖啡包以后 然后自己在那边直接自己 店里面就自己搅 不是店喔 是路边的摊子 路边的摊子 对你就在那边自己搅 自己坐在路边 那样好像自己很高级在那边喝的咖啡 那一杯要多少钱啊 一杯多少钱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杯多少钱 这杯折合台币差不多三块钱 那除了咖啡之外呢 我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他们缅甸的一种饮料 刚刚大家说可乐 可有可乐他还没有 怎么你也有拍到可乐了 对大家很好奇 为什么缅甸会有可乐呢 对 其实正式的官方 他们并不允许可乐进去 但是他们私底下 他们还是很想喝这种 有气泡的饮料 所以是走私的 对可能是走私 因为他们邻国是泰国嘛 泰国是非常 跟他们有非常多的国境 他们可以随时运可乐进来 对走私进来 台湾线2000多公里 要走私还蛮容易 对所以说他们要喝可乐 其实还是有各种管道可以喝 那他们这种喝法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可乐 那旁边这一罐绿色的 可以看到这是啤酒 啤酒 对缅甸的国家啤酒 就像我们的台啤 台湾壁鲁一样 那他们的喝法怎么喝呢 这样子把两杯把它合在一起 一比一像个调酒一样 他们最爱喝这种调酒 那这个非常有趣的一张照片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可乐代表美国 这个缅甸啤酒代表缅甸 所以说虽然说官方几十年没有交往 可是民间他们早就用饮料 两国这个文化已经交融在一起 缅甸的话 你晚上在商店里面逛的时候 他们那边的街道的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晚上呢 仰光街头是乌漆妈黑的 那我在那边逛来逛去 整个招牌都是黑暗暗 可是我看到远方有个地方很亮 亮晶晶的 我走过去一看 我后来发现原来它是一个招牌 叫做佐丹奴 没有 佐丹奴大概是唯一 唯一我看到的一个外国的博来店 外国的博来店 只有这么一家佐丹奴 只有这么一家佐丹奴在这边 那为什么 后来我去问当地一些朋友 因为其实佐丹奴它是中国大陆 投资的一个服饰店 那中国大陆投资这个服饰店 是他们唯一的博来品 所以可见了缅甸跟中国大陆 他们关系是非常好的 那我也听说 像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新华社 也是早期少数缅甸批准 可以进去采访的国外媒体 中国的新华社是唯一的国外媒体 所以从服饰店跟这个媒体 这个采访许可可以看出 中国跟缅甸它的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的 北韩是造神运动 最成功的一个国家 而在东南亚地区可就是缅甸 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国家了 但缅甸的军政府的投资 它可是非常非常相信占星学 钟伯 缅甸的投资 就是相信占星耶 对 我跟各位讲 这个缅甸的前军事领导人 丹瑞大将 各位他赫赫有名 你要知道 所谓的军事投资之所以赫赫有名 就是总理他是没有兵权的嘛 所以总理都要看他的脸色啊 好 那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出 你看喔 他当时率领了这个所谓的 他所谓的部署 穿着他们国防部的制服 看起来凌揉描で 然后跟这个 外国的这些議員疏 所以你看 在过去 就before 任何场合都是全副武装 可是就有一天就突然发现 怎么他们的衣服 突然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呢 呢为什么 原來有人就講 說因為他們很信奉 印度教 婆羅門教裡頭的占星樹 那婆羅門教裡頭的占星樹 對 婆羅門教占星樹 占星樹是這樣子 不像我們台灣可能說看風水 什麼陰宅 陽宅 占星樹是比較不看這種東西的 占星樹就是一樣 就是觀天空的意象 就好像以前有沒有孔明 他常常可以看天空的這些意象 就可以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他的占星樹的這些 有點像是他的國師 就跟他講 你知道嗎 你如果要防範一個人 我們剛才一開始就有提到 翁山書記 女性 對 你要防翁山書記這位女性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一種柔性的一面 來剋他 那他的占星老師就跟他講說 最好的辦法就是穿什麼呢 女性的沙龍裝 那這張照片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國防部的官員 包括他這個軍事領導大將 丹瑞有沒有 就這一位 他們現在穿的這個沙龍裝 你軍人突然穿成這樣 就怪怪的 就是對當地有些人 他們覺得怪怪的 看在TIME雜誌眼中更怪 TIME雜誌眼中看起來就不一樣 因為他們認為 不 這個沙龍是女孩子穿的 當然這是TIME雜誌的講法 而他們說呢 仔細去推敲 查了一下才知道說 原來是他的占星老師告訴他 要這麼做 所以靠占星來 他要決定說他的服裝要怎麼穿 原來是這樣 沒有錯 不問蒼生問鬼神 緬甸的政府執政靠占星學 廣告回來告訴你 對 對